但是說真的 影劇圈很奇怪 大家只願意承認是去微整形 承認銷鼓的人倒是沒有很多 可是高醫師 你一邊看電視 你就可以知道 哪一個女明星是銷鼓的 是不是 尤其是韓國的女明星 其實你可以看她臉型 她的顴骨很寬 但是她這個銷得不好的時候 她這個線條會不太 就是很像漫畫 就一張就是有很人工的感覺 對 但是現在因為 所以大家對整形這個東西 接受度越來越高 所以比較大家願意 不會怕人家知道 但是我們整形還是盡量都在臉上 不要留下巴 所以銷鼓臉外面是沒有發 那很多人就說 因為我變瘦了 所以臉就變小了 那不會承認說是去銷的 還有一種也不承認 龍乳的人 也很少承認他是龍的 都說是那個 水龍頭拿來按摩 有塵 或吃青木瓜牛奶 對 但是有的大到太離譜 而且都二十幾歲了 怎麼可能還是青木瓜 倒是比較像把青木瓜塞進去 對 有的胸部比較大也是比較多 你們暑假的時候 差不多如果說要 這個有人做龍乳 大概是一個月可以做幾台 一個月差不多四五台 四五台 但是我還不算多 因為我們比較 我們有些診所會有比較專門的人 那有些人龍乳也是用打玻尿酸 你們贊成嗎 我沒有那麼贊成啦 因為第一個來說的話 因為病例玻尿酸過一陣子就會消 而且其實 對 它有專門屬於注射那個 熔乳的玻尿酸是大分子的 可是我是覺得因為多少少 其實注射完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還是可能會有夾膜化的反應 就是還是會 他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主張用這個來注射 在於比如說產後婦女 因為他可能打不是乳腺組織 他主要打的主要是上層這個地方 未來要膨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倒是對於產後婦女是一個福音 這方面就是說 他有他的限制 自己脂肪大概升級半個罩杯到一個罩杯而已 他沒有辦法像這個龍乳一樣 他還是會被吸收 那也會消掉就對了 對 沈玉琳你碰過那些 你們應該都碰過很多龍乳說謊的例子 對不對 你碰過比較年輕的去龍乳 結果他講的不是這樣 對啊 他工作表現還蠻優秀的 可是我始終覺得他比較想當藝人 我就碰到一個女的 就是那半年一來表現真的很不錯 有一天跟我說要離職 我說你離職怎麼只是薪水不夠還是怎麼樣 他說他要去遊學 現在很多年輕人很古怪 要離職要幹嘛就講就好了 就遊學 那遊學的好處是說 有一天他回來的時候 你說你學到什麼 喔你遊學遊學嘛 遊就多於學嘛 他搞半天的拿一堆在 在哪個海邊哪棵樹下拍的照片 沒有看過他的學校拍過半張照片 總之他就跟我說他去遊學 那我們就半信半疑也就給他去了 兩個月之後呢就回來了 有曬黑一點 啊開開心心的這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他 整個身體好像哪裡也說不出了怪 去熔爐的人他是這樣 他是絕對不會 即便不想讓人家知道 可是他一定會 想要展現自己的優點出來 變大了之後就開始穿那個吊帶的 對不對 而且那個浑身散發出一種說不出來的自信心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這我們有朋友是這樣嗎 對 那個許正美也這樣 我覺得他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眼睛 你覺得他眼睛可以變羅志祥嗎 我覺得是應該有點機會 你看他其他的五官 並沒有太大的自己也長得很好看 鼻子還不錯耶 我會變帥就不好笑 不然他就不行了啦 不行了 好笑 整形是這樣 他整形是人生的一個轉變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會來 比如說他感情上有點那個 還有就是換工作最多 還有就是高中要升大學 這些都是整形的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追你們同班大一的話 要追同班女同學 記得要去看一下他高中時候 畢業紀念冊上的樣子 但是他那個是OK的啦 因為以前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他臉蛋很漂亮 可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那裡多平耶 比這個地板還平 真的就是這麼平 可是做好了以後呢 他沒有做到很誇張 可是至少女性的體態的特質 已經有出來了 然後每天穿的跟咪咪姐一樣 新鮮帶嘛 比他還厲害 還肉 對 可是他就是後來交男朋友 現在都結婚了 那個 等於是改變了他的人生 現在有很多女生 為了要加一點薪水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 可以開始去做微整形 對 譬如說我有一個客人 他其實長得很漂亮 就像你所說 他其實五官看起來都很漂亮 他走進來的時候說 他想要稍微做一個調整 我說你長得很美 你想做什麼調整 他說其實因為他想要去應徵一個 公關經理的職務 那因為這個職務比較高階 可是他長得太可愛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 即使他年紀已經三十幾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他看起來太可愛 所以他希望他看起來稍微有點 可以就是看起來比較幹練一點點 所以後來來說的話 我就建議他可能把蘋果肌打一滴滴 然後鼻子打一滴滴 下巴打一滴滴 把它特色顯示出來 後來他就真的應徵到那個職務了 那因為他一個月這樣薪水的部分 就十萬多塊 難怪他一定要去競爭到這個職務去 確實啊 國際上也有調查報告出現 你長得美一點 你的薪水確實有高一點 那高醫師是遇到一位 他是被男朋友拋棄之後才去整形的 這個Case是蠻好玩的一個Case 他這個Case他事後才告訴我們 他在手術前想要自殺 因為他跟他交往很久的男朋友分手了 被拋棄的男朋友來劈腿 所以後來他在決定說不要自殺 但他同時決定要來整形 所以他來做消骨 與其自殺不如去讓醫生看幾刀這樣 消骨了然後皮胃那個 所以他有做拉皮 然後再做鼻子 然後做完以後很滿意 然後他就去Facebook上去 註冊另外一個名字 然後去跟那個原來的男友交往 那原來的男友看了 欸 長得滿漂亮的 就跟他交往 後來交往了很多 兩個已經變男女朋友 他一點都沒有發現他 是原來那個人 所以這個男人他只認身體 也不是用生意嗎 沒有 那個身體還沒有認到 就是他那時候告訴我們的時候 是他沒有跟他做生意 因為身體的話可能會被認出來 就是那個臉 他完全已經忘記了 他就是要把這個男朋友交回來 然後再把他拋棄這樣子 對對對 滿足女性的復仇 所以所以 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要復仇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應該要報復啊 那個劇情一定都這樣演了 對 後來第一次有親密行為的時候 女生還真的滿呆的 整個高潮男生快那個時候 他把他狠狠的揣開 你帶我什麼人喔 我就是阿粉啊 你還記得嗎 這樣子 你已經夜市人生了 那其實沈玉琳跟明明姐 目前對自己的外貌 還不是非常的滿意喔 他們也還有想整的地方 玉琳你是想要整啊 我覺得因為 你不要說想要像羅志祥 不可能 你怎麼知道我正好講這個答案 拜託 你也講個菜頭就可以 菜頭 有的醫生嘴很賤喔 我記得我也跟一個醫美整情醫生說 我想要像羅志祥 他看了我半天說 你頂多可以像羅輔助 我說羅志祥跟羅輔助差那麼多 沒有 我這是老皮 我從差不多20幾歲就這樣 皮就鬆鬆的 那你想怎樣 我是希望皮能夠緊緻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看嗎 應該加5分吧 我們拉應該是有加分 你應該沒有 至少讓皮緊緻 因為我老婆都喜歡拉我的皮開玩笑啊 他說你看你看你的皮 我說我的皮跟肉是分開的 就是可以拉得很開這樣子 對啊 這個要拉皮的話 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它的拔痕會很明顯 所以這個男性要拉皮 所以可能要有很大的性感 為什麼不是現在有內視鏡的拉皮嗎 但是你這個下臉拉皮還是要切一點多餘的皮膚 所以會切在這裡對不對 我看到耳朵前面 耳朵前面 耳朵後面 一邊兩邊不太一致的 那應該 他眼睛做起來我想就算 可以加幾分 加幾分啊 假設現在是60分 我認為他的臉就只有 問題只有在眼睛上面 所以他要去開雙眼皮 讓兩個眼睛一樣大 可是左邊的提眼結肌要稍微拉一下 好來來 你可不可以借高醫師畫一下 如果你要拉皮的話 那你的拔痕才是這支這裡 那那個眼睛呢 他眼睛 你可以把眼睛拿下來嗎 可是就是不行啊 因為這樣子 他會怕那個光 所以眼睛就是把那個眼睛打開來 提眼結肌拿開 可是他兩支 雖然這支很小 可是這支也不大 是兩支眼睛都可以變大 兩支都一起可以變大 對對 那這樣可能我們會認不得沈玉琳 會變很帥 對不對 所以他以後前女友也會認不出來 那皮膚凹洞怎麼辦 皮膚凹洞 你這個比較嚴重 可能要很深的磨皮 要做好幾支 對 那玉琳姐你對他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他 其實他的臉型很好 他的臉型小小的 這不是他錄整人節目 不是啦 會不會到 會不會畫一通 然後後面有人推蛋糕出來 不會啦 其實我說實在 你的臉型 你的臉型真的很好看 他只要到這裡有沒有 我覺得他這裡 這裡太多肉 就脖子割掉 對 他其實主要的確是 雙下巴 有沒有 雙下巴可以割嗎 可以考慮先抽脂 對 然後再把他拉到後面去 抽脂再拉皮 然後刀痕就在耳朵後面 前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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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臉真的很小 是 而且我最贊成剛剛醫師說的 就是他只要把眼睛動過 說真的耶 你會變帥就不好笑 如果你不要看他的 秘密姐一直說我不." 他說我變帥就不好笑 你說真的 你的缺點真的是眼睛 我突然發現說 仙女長得蠻可愛的耶 你看 你看他其他的五官 並沒有太大的缺點 她的鼻子也長得很好看 鼻子還不錯耶 嘴巴也不錯耶 地再唷 eh阿 才放在上就不行了啦 你不對整形 你整形一定不好笑 那BB姐呢 你想弄哪裡 我最在乎的就是 法令文 你這樣越畫越嚴重 這樣很像屍爺 還可以怎麼辦 我最在乎 這可以消掉嗎 這個我想打玻尿酸 是不是打玻尿酸就OK了 真的嗎 我去門診 以BB姐的年紀 打玻尿酸可以嗎 我還是不要畫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畫 不要客氣 我等一下卸妝 這個地方塌下來了 所以的話 我這個地方是車禍 所以我在這邊開包 可是你兩邊都車禍嗎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就會有一點 這個地方就會有點往下 對 所以因為這塊你會覺得很大 所以路營酸填這裡不會好看 通常我們也不建議打到太多 可是我們希望這塊 有點膨起來這種感覺 有沒有這樣膨起來的時候 法令文有時候就往上拉 所以同時之間 這個地方打一點點 這個地方打一點點 你就覺得很好處理了 可是我門診的時候 然後那個醫生說 因為你這個脂肪太多 所以我再把你打鼓起來 你這邊就變很 不行不行 就是你只能夠打在 脂肪上面的這個凹陷的部分 而且不能打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考慮笑的感覺 對 不要說打得很像麵包超人 然後一笑很腫打 那就不好看了 可是我覺得 我不曉得冒犯一下 你不會很在意你這個 全部 我剛才其實也是想要問 我剛剛有問你啊 有羊婆婆紋這些 你可不可以 把羊婆婆紋畫出來 來 我剛剛有問你啊 我剛剛說 這些要用很低劑量的肉度感覺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處理對不對 對 打肉的感覺 那打了不是會流口水 對 但是那個劑量就是要抓得剛剛好 打會流口水啊 就是你劑量太多 我這樣剛剛不是打太多 你這樣就有辦法 不好意思 沒關係沒關係 所以打這些 羊婆婆紋 就只要 寄出來就會沒有了 對 要多少錢 這個大概 五千塊左右 那去打 等一下 你剛剛說打 肉乳感菌 就可以了 就像玻尿酸一樣 就像玻尿酸一樣 它不是永久的 反而是好的 人世間沒有永恆 永久的就要永恆 而且搞不好你去做一次 你就愛上高醫生了 所以我們兩個 一個禮拜就去找他了 那我們兩個一起去 那應該就可以 那當然沒問題啊 免費打宣傳吧 我跟他比夜 他可以免費啊 你只要讓我跟他合照就可以了 你只要這樣子照一張 然後再把你的那個 訴後照一張 應該就是免費啦 好 before get after 好 大家放在台北火車站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每一個人喔 50歲都希望變成30歲 那如果你現在有三萬塊千歲 你都希望說 你變美一點 可以當公司的門面 有些行業確實需要 然後可以賺10萬塊的薪水 好 我們就請到了兩位呢 他去改裝過的美女 來看一看 他們之前和之後 到底是什麼樣子 好 歡迎第一位 Honey 陳玉琳 陳玉琳 你說話啊 如果 如果說他本來是照片中這樣的人喔 就滿一般嘛 你應該會請他在公司打掃 是不是 打掃 打掃可能 還沒有那個資格 你以前有多慘啊 以前的工作是教職 當老師 當老師 長得美醜有關係嗎 因為以前是教小學生 所以長得就是 讓媽媽覺得很安全就好了 後來為什麼想去弄 後來就是一直升上竹管 然後就發現 人家就會說我很難清淨 就是說 就是在微診之前 人家說我顴骨很高 然後如果沒有效的話 好像都是擺臭臉這樣子 你去診的時候是幾歲 二十 二十六 二十六歲 那時候有男朋友嗎 有 也有 那你幹嘛要整 你真的是為了工作而整型 不是 是為了自己 因為覺得 每次只要沒有化妝 我就不敢出門 就會變得很沒有自信 就是一定要 沒有辦法素顏出去 一定要化妝 然後可是一化又化不好 又這邊要 什麼眼影啊 或是那邊要打 什麼小臉啊 然後三根又要再打高一點 好 那把這張臉整掉 花了多少錢 這樣子差不多花 五萬到差不多八萬多 五萬到八萬 那現在呢 整了之後 愛情跟工作有什麼改變 都很順 好 它到底變成什麼樣子呢 來 你來看那個 沈依林 你來看一下背後 看你有什麼感覺 實在是無法想像 先看這裡 這樣的能變成怎樣 好 哇塞 哈哈哈哈 這個根本就是兩個 完全不同的人啊 嗯 完全不一樣耶 其實它現在看起來 還很年輕對不對 你到底幾歲 我二十八 哦二十八 是真的很年輕啦 好 很早就整型的Honey 來 看它什麼樣子 哇 哇 超多 大學美少女啊 而且這樣才叫做Honey 這個叫做 超多 所以才五到八萬 那有加薪嗎後來 有 就後來一路就一直身上主管 然後你又發現學生家長的表情也不太一樣 嗯 學生數量也有變多 哦 所以 這就是一個外表取緣的世界 八個五萬八萬 贏得下半生的幸福和快樂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好 恭喜Honey 謝謝 謝謝 這位差很多嘛 那等一下呢 還有一位 這位是沒有見邪的啦 他只是微整形 五到八萬已經改變他的人生 那另外一位 我們歡迎他出場 他是Ruby 歡迎Ruby 好 我覺得 這好像男的喔 我覺得你蠻像運動選手的 對啊 像一個打籃球的還是什麼的 Ruby你今天幾歲 26 其實也是還很年輕 嗯 你以前長這樣 對 曾經有什麼綽號 嗯 我很兇所以大家不敢幫我取綽號 對 看起來就很兇 因為以前這個樣子出門 人家以為是流氓 對 你後來為什麼要去整形 喔 因為工作的關係 什麼工作 舞者 你是跳舞的 對 以前這樣跳舞 有什麼不對呢 嗯 就只能跳 比較妹一點的舞 就嘻哈街舞那一種 對 頭轉 對 倒立 那 倒立 整形又人也變幽默了 那你幾歲整形 幾歲去整形 25歲 喔 所以才整了一年嘛 對 那這一年 你總共做了什麼呢 嗯 眼睛跟鼻子 後來整形之後 大家看你的眼光 或你的工作機會 有沒有什麼改變 喔 差很多 工作變很多 然後 以前 就不再叫你翻跟斗了 喔 不會不會不會 也不會叫我倒立了 喔 就叫我站在那邊就好了 喔 對 然後 然後 桃花韻也會差很多 真的嗎 對 開始 26歲才有人追你 嗯 對 對 第一個遇到 突然有男生要追我 感覺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 如果是這樣喔 整形醫師也算是你的菩薩了 真的 做功德 那所以現在工作一直很順 對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有好幾個人追 有人追 對 至少他可以體會到 什麼叫桃花韻 對 好 我們來看 這個Ruby呢 他長成什麼樣子喔 好 1 2 3 哇 這個才是女生嘛 這個根本就是 小男生啊 他以前是看不出來 那你是舞者嘛 對不對 舞者站著進進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魅力的 嗯 你可不可以展現一下你的 舞蹈動作 比如說倒立 給我看一下 1 2 哎呦 哎呦 厲害喔 哇 感覺就出來了 類似像這樣 現在可以跳這種舞 以前跳這種舞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 這男的在幹嘛 就旁邊的人會吐喔 對 會覺得說男的怎麼娘泡 怎麼一個男生都有泡 對 可是我覺得 你應該在拍一張 剛剛你那個照 那個那張啊 有髮箍有沒有 嗯 我覺得整形之後 再用髮箍再拍一張 好 無論如何啦 我們其實不反對大家去 把自己改變一下 可是你真的一定要慎選醫師 好 不要變成別人的白老鼠 然後 比的其實不是價錢的問題 真的 而是他的成功機率的問題 沒有 臨床實驗也要多 一個人他一天只摘一隻豬的話 跟一千頭那是不一樣 醫生考外差很多 有的醫生考會把肉毒感菌 打成大腸感菌耶 喂 那是網路笑話 沒有 摘一千隻豬 雖然是有經驗的醫師 可是你也要注意 有的醫師 從他們家診所出品的 每個都長得一模一樣 這就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非常謝謝四位 謝謝 謝謝 Ruby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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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